哈囉,我是Fion 今天要來跟你們做淘寶開箱 這次買的東西沒有很多 但是因為裡面有一兩樣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有興趣 然後有的可能是蠻有趣的東西 所以想說還是一起來跟大家開箱 第一個是這個 艾諾奇的刷具 那我這次艾諾奇其實只有買這一支 因為我之前有買過他們家的東西 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這一次我就是補了一支暈染刷 然後把火力集中在另外一家的刷具 因為另外一家是配還蠻推薦的 它有一點點微微的味道 但不是很嚴重 我覺得這個大小算是蠻剛好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軟很舒服 如果之後用了覺得好用的話 我會再把心得更新在下面的資訊欄 喔這一箱剛好也看到刷具 確實有兩把刷子發貨單 這應該就是配推薦我買的刷具 我總共買了六支刷具這一間 其中有四支是空山星雨的 然後有兩支是踏哥的 其實我沒有用過 但是我聽說空山星雨的刷子非常的好用 打開給你們看 看得到嗎 它毛炸開了耶我的天啊 這好像沒包好耶 它毛整個炸開了 哎呀 它毛炸開了啦 喔 它真的很軟耶 它刷起來很舒服耶 可是它 為什麼沒包好啊 它炸開了 之後應該再用網子塑型就可以 然後 這家的刷具就是配非常推薦 實際的觸感是非常非常的軟 完全不會刺很舒服耶 那我本身其實是個上班族 然後又是孕婦 所以平常其實早上我都沒有什麼時間化妝 就可能只有週末化妝 但是我覺得可以用到非常舒服的毛來化妝的話 真的是一整天心情都會很好 雖然我不是什麼專業的那種美妝YouTuber啦 但是如果說大家想看的話 之後也可以用這些刷具 然後來拍一個就是可能化妝的影片這樣子 接著是第二支 它的包裝是完全密封的耶 我覺得這個包裝就是 至少拿到的時候比較不會覺得很髒 那這支也是空山星雨的 然後它是12號 它是屬於比較大的這種刷頭的眼影刷跟暈染刷 我知道淘寶上面有很多家就是刷具 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然後有時候其實也很容易缺貨 然後沒想到我真的實際買 這個好像比愛諾奇更軟更舒服 但是它的價格好像是有比愛諾奇的再貴一點點 但它真的用起來很舒服耶 我覺得現在淘寶刷具真的好厲害喔 可以完全可以跟那些專櫃的刷具PK耶 接下來一樣來開空山星雨的 這支它有用網子包起來比較好 它就不會變形 這個是9號長的這種腮紅刷 我沒有用過這麼長的腮紅刷 不知道好不好用 可是它好軟喔 你看 超軟耶 我覺得這個大小 感覺是可以拿來做一些打亮這一塊 這裡 好舒服喔 接著繼續開 這支也是空山星雨的眼影刷 這支跟愛諾奇一樣有一點微微的味道 但我覺得不影響啦 這支用起來它的毛沒有像剛剛那些那麼那麼的軟 但是它也不會刺眼睛 不過呢它就是可能因為它是比較小範圍的眼影刷 所以它會做得比較緊密一點 然後它就沒有像剛剛那種蓬鬆很舒服的感覺 那我覺得眼影刷其實就是不要很刺的話就OK 接著來開踏哥的 踏哥的話它是用盒裝 哇好可愛喔 它是這種粗粗的圓管頭 看得到嗎 然後它的質感我覺得拿起來很舒服耶 好可愛喔 它是踏哥208號的眼窩刷 它的毛看起來有點藍藍的耶 不知道為什麼 它也是比較扎實一點 然後因為它也是就是去做眼窩暈染的這種刷具 它實際上用在眼睛上是比較硬一點的感覺 剛剛空山星雨的這種 它是比較閃的刷子 然後這個它是比較密比較圓的 造型也不太一樣 可是這支 真的長得好可愛喔 我覺得它感覺也可以拿來做那種鼻影啊 眼窩的打亮之類的 然後這一支呢 踏哥的刷子都很有份量耶 這好寬好大一個喔 我覺得踏哥的刷子造型都好可愛 它毛好短喔 然後都是這種圓圓的 它寫的是圓頭粉餅刷 那這一支呢 我是想說可以拿來刷粉底液看看 它刷起來一樣完全不會刺耶 我覺得我這次買的這幾支刷具啊 都還蠻讓人驚豔的 真的都很舒服 比較起來的話 我覺得 空山星雨的刷具 就是現在當下開箱的感覺 空山星雨的刷具是非常軟非常舒服 然後 完全不會刺 踏哥的刷具呢 我個人覺得它的造型比較可愛 它的刷具呢 毛會比較短一點 比較扎實 刷在臉上的感覺呢 就是 是也不會刺 但是它就沒有像空山星雨的這麼舒服 那之後如果我有使用這些刷具的話 就是會再把心得更新在下面 或是說 如果你們想看這些刷具 直接實際上妝在臉上 或是我之前也有買一些其他愛諾奇的刷具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在底下留言給我 那我可能就會再拍一支 使用這些刷具的心得 跟你們分享 接著拍下一包 喔 這個 這是一條 毛巾 我本來就是要找那種很吸水 然後又有液乾的毛巾 然後想說先買一條來試試看 那我其實還蠻在乎 浴巾這個東西 因為我很怕 就是浴巾它會發臭 然後潮濕都不會乾 那因為像住台北就是其實比較潮濕 所以像毛巾的話它比較不容易乾 所以我想說 找看看有沒有那種很容易乾 然後又比較不會臭的毛巾 又很吸水的 剛好看到我就買了一條 然後它是那種有一點點像珊瑚絨材質的 很舒服欸 這個毛巾它重量很輕 可我不確定欸 這種毛巾感覺很像洗完的話 會有很多棉絮 雖然很容易乾 但不確定它會不會臭 很怕那種毛巾會臭臭潮濕的味道 那真的很可怕 這個毛巾真的很輕欸 你看它不大條 但它摸起來真的很舒服欸 我覺得如果用完它真的很好用的話 我再跟你們分享 或是說如果你們有覺得哪一家的毛巾特別好用 然後很容易乾 然後很吸水 跟放在浴室裡面比較不會受潮很臭的話 拜託推薦給我 因為我之前有買日本的精緻毛巾 那個還蠻貴的欸 那個浴巾一條一千多塊 可是它其實放在廁所 就是還是會有那種濕濕臭臭的味道 所以我就不太喜歡 所以我就不太喜歡 我想說可以找一個就是 其他替代的品牌 那我現在本身用的是一個葡萄牙品牌 好像叫Abyss吧 然後它非常的貴 但是我是特價的時候買的 可是呢 因為它太貴了 所以我還是買不下 就是沒有再買其他的 想說看能不能找到其他替代的 但那個葡萄牙的毛巾真的超級無敵好用 然後它那個毛巾很吸水 抑乾也不會臭 真的很喜歡 可是因為它真的太貴了 所以我現在想要找一個替代的毛巾 然後如果你們有其他品牌也是可以推薦給我 好那接下來是這個 這個我很期待 這個是熔竹燈 我買了兩個有一個要送人 我買這個熔竹燈呢 完全就是因為之前看Catie的影片被燒到 因為我還蠻喜歡買蠟燭的 但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像我一樣就是 有一點點小被黑望想證 就覺得每次點蠟燭 好像覺得一個不注意 可能衛生紙突然飛到那個蠟燭 還是什麼的話 可能就會燒起來 我很不喜歡那種蠟燭 洗滅以後那冒出來的黑鹽 會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我買了很多蠟燭 但是就很少去點它們 那之前在Catie的影片看到它分享那個熔竹燈 我想說 天啊 居然有這麼棒的東西 然後我完全不知道 它裡面是有一個燈座跟兩個燈泡 它質感還不錯耶 它這邊是那種磨砂的像是金屬的材質 底座呢是木板的 好可愛喔 然後它裡面的燈是這樣子 有點像投射燈的那種燈 把它插進去以後要轉一下 然後它的這種燈座是這樣轉的 好可愛喔 這如果放在床頭上 然後整個房間應該都會香香的 這造型很好看耶 今天晚上馬上來試用看看 好那接下來要開這個 看得到嗎 它裡面是這樣子 喔這個我很期待 然後還附了兩個髮夾 這個呢也是我無意中就是很愛逛淘寶上看到 然後它這個上面寫它是 烹髮神器 那因為我現在懷孕 然後這整個孕期中間呢 我都沒有染髮跟燙髮 那我本身頭髮是屬於非常非常的塌 其實我一直都需要燙頭髮 那現在就是只能接受它很醜 那我那天看到這個我就覺得 哇好神奇喔 是有多好用啊 然後就馬來用看看 因為像以前可能是那種玉米須夾 可能玉米須的話 會讓頭髮看起來有點像就是那種 陰毛 很可怕 所以我其實沒有在用那種東西 像平板夾的話 它也是可以讓頭髮看起來比較膨一點點 那這個的話我也不知道 就是當下看到那個影片覺得蠻心動 我就買了 那我現在已經插電了 它其實還蠻簡單 就是中間的甲板是這種方格狀的 看得到嗎 然後呢 後面這邊它有一個鎖 另外旁邊這邊呢 它就是有開關 應該是溫度調節 然後前面這邊就是有一個小小的面板 那我實際來用看看 好那我把頭髮分成一半 應該看得會比較清楚 好它有燙了 然後現在度數是160度 唉唷有耶它膨了耶 好像有一點點耶 這邊好像比較膨一點 第一次操作還不順手 所以看起來還蠻好笑的 然後它從外面這樣摸起來 其實它沒有那種 玉米燻那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這個用了 有可能會傷髮指 我不是很確定 好那我就實際再使用看看 然後一樣就是把心得更新在資訊欄底下 如果它真的超好用的話 我之後再用它來拍一支影片好了 那最後呢 我這一次在淘寶 其實我本來最想買的這個東西呢 就是這個 這個寵物餵食碗 我為什麼會想要買這個寵物餵食碗呢 是因為我們家的貓 它真的很煩 它每一天就是 半夜的時候 一定要叫我們起來為它吃飯 然後它是一隻少量多餐的貓 因為不管你餵它多少的份量 就是它可以在一瞬間 把全部的飼料都吃光 或是罐頭 它不管怎麼樣 它就是要把它吃光 但是它常常吃的太急 又很容易吐 所以我就 餵這個煩惱很久 我們每次都是 一定要餵它好幾次 然後我覺得餵它好幾次是沒關係 可是 像我現在懷孕肚子大的話 有時候它早上太早叫我 我就會覺得 起身啊 或是起床餵它 會覺得很痛苦 所以我就想說 不管我一定要買一個寵物餵食器 那為什麼之前都沒有買呢 因為我們家的貓非常的聰明 它會開門會開抽屜 之前我是想說 看到那種 影片裡面寵物餵食的那種飼料桶啊 就是貓會直接這樣去撈 然後我就找了很久 看到這個 要吃的時候它才會打開 吃完以後它就會停在這邊 你也沒辦法轉到其它隔去 看起來是這樣 還有一個小故事呢 就是 其實我當初最想要買的就是這個東西 但是呢 它貨到集運中心的時候被退貨了 因為它裡面好像有電池 還是什麼東西的 所以我這個東西等於是白買 它就完全不能集運 所以如果你們要買這類相關的商品的話 可能要先詢問買家 它能不能寄到台灣 如果不行的話 它可能就要用順風直接寄到台灣 但是運費非常的高 就是後來是請賣家 再幫我寄到上海的其他地址 然後再請同事幫我帶回來 反正很波折 很麻煩 所以如果你們要的話 就是買東西如果有電池的話 還是要注意 如果說 像這類的東西的話 真的很想要 你可能就是 可以從蝦皮上買吧 或是 說 問賣家能不能寄到台灣 或是可能就要用順風 它裡面是這樣一個圓形的機器 超級像掃地機器人 因為那時候我同事他幫我帶回來 他說 你為什麼要在淘寶買掃地機器人 可以設時間在這邊 然後看幾點的時候要餵食 那我剛剛有先設定一下 我覺得這設定的方式非常的簡單 就是一開始先用設定 然後設現在的時間 然後你可以選 這裡應該有午餐 它裡面有五格 就是你可以選午餐的時間要幾點 就是你設定現在的時間以後 然後看幾點要開始餵這午餐 那也可能可以是不同天去餵這樣子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按鈕 是錄音的 應該是 講說叫你的貓來吃飯 然後他可能等一下他就會放出來 然後那個時間就是要讓他來吃飯 它這個圓盤打開裡面有五格 所以你就是設定五次吃飯的時間 放在這裡面他就會來吃 牛打鼓來吃飯 耶~~成功了~~ 那之後呢我就會再把心得更新在資訊欄底下 喜歡嗎?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淘寶開箱 如果你們還想要看其他影片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幫我按個like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